开悟非常非常的重要 见性非常非常的重要 没有开悟跟见性 你没办法见证 整个佛教的一部历史是什么 你也没有办法见证佛陀的心 你没办法见证 释迦如来的正法是什么 你没办法 因为你的心不与佛相应 不与佛相应 就是这样子 所以真心本体超出因果 通贯古今不利甚返 无助对待如太虚空骗一切处 我简单解释一下 真心本体 我们的如来照 正如本心 真心的本体超出因果 诸位超出因果 不是没有因果 而是因性本空 原性本空 那么果性本空 诸位大物件性第一地大空 因 大下就是空 因因为就是延起性 那方面设定某一个时间跟空间 假设这一点叫做因 因本身就是延起 因本身就是延起 果本身也是某一种阶段的延起性 所以把它因延果贯穿起来 其实就是延起性 延起性就是空无自信 因此 因延果 是站在四项上 讲的 佛要让一切众生对因果负责 所以 灵可早有如须弥山 不可朝空 如戒指洗 怕众生掉进去断灭界里面 所以这个超出因果的意思 这个因 延果是站在生命 四项变化的角度说 可是站在究竟的 体性不可控制性的角度来讲 一性本空 原性本空 果性还是空 所以 滴滴大空 回归当下 真心本体 超出因果 通贯古今 各位 如果你开 你见现 就没有所谓过去 现在跟未来 也没有所谓 东 南 西 北 方 东南 东北 西南 西北 上下 没有这个东西 过去心 是因为我们心 产生的不相应形 设法跟心法 能够交织 变成一种时间的概念 因此 有过去现在 未来 如果你见到真路的时候 过去如 现在如 未来 还是真如 但是这句话 尚且是方便说 见到真如 并无所谓的过去 现在 未来 诸佛说法 一定要站在众生的角度 佛讲经说法 要站在众生的角度说 如果 站在佛的角度 诸佛 离文字语言 那要说什么呢 所以 真心本体 超出 英国 通贯古今的 不利胜反 无助对待 就像太西空 太西空就是绝对 常常用这个来比 一样 骗一切除 骗一切除 所以 如果你 大物 见你性 那么 哪里都是 造 道场 所以 一真如心体 起大智慧的妙用 就成为涅槃的妙心 妙心就是不可思 就是不可义 不是世间的小聪明 所以 迷的时候 心跟性不一样 迷的时候 用的是意识心 生灭的执着心 分别性 悟的时候 性就是性 性就是性 因为 多是乳 多是不可得 空无自性 因此 修行 重点 要抓住 六成不恶 还同正确 不在静上 静本身 就是空 静本身 就是空 重点 在你的心性 悟跟不悟 因此 六成不恶 六成 没有什么好跟坏 还同正确 念环妙心 本不可说 但是 言语 是心灵的画像 因此我们今天 在本不可说里面 一定要 勉强的说 如果不勉强的说 你怎么认识佛呢 我认识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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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方面 我认识佛呢 humble 我认识佛呢 我认识佛呢 noite